我們聽完古巴的故事 現在就要飛去台灣 這次的表演比較奇怪 因為我們很想學習 知道台灣怎樣去做農業人才培訓 但我們又沒有錢去飛人過來 我們邀請蔡培惠 可能朋友也認識她 她是台灣農村陣線的發言人 她是洗身大學的老師 一直關心農業 我邀請她拍一個短片 跟我們介紹一下台灣怎樣去做農業人才培訓 大約15分鐘左右 朋友大家好 我是蔡培惠 台灣農村陣線的成員 那首先希望我來分享台灣農業部門 對於人才培訓的做法 那麼我想接下來就分三點來說明 第一個是政府部門 第二個是民間的努力 以及政府跟民間的努力 對台灣的農業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那首先我來講的是政府部門 台灣 要理解台灣的農業大概也有幾點 必須要先理解 一個是台灣是以小農生產為基礎的國家 這個在1953年我們的土地改革 就完成了台灣農業土地的平均分配 當然與此同時我們有國家掌握台湯的農地 不過那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那針對台灣農業的小農的基礎 其實還是有非常多的事情 是沒有辦法透過家庭農場來完成的 所以台灣建立了半公共化 那為什麼我稱之為半公共化的農業服務體系呢 最主要是這些機構都是由國家出資 然後協助小農農業經營 以及他們的農業的能力的培訓 這些半公共化的農業服務機構 包含農會 農田水利會跟農改廠 農會是大家所熟悉的 它的重點除了有這個推廣 就是農事技術的推廣之外 還有產銷就是可以協助農民 把耕種的東西運送到主要的消費市場 第三個就是農業金融 就是會因應農業的特殊性 然後農業的這個生產的周期 然後有這個農業金融的這個融資的服務 那第二個可能是大家比較陌生的 就是農田水利會 農田水利會這個組織是為了 協助農業的灌溉系統的建立跟維持 那農田水利會也是由農民所組成 那目前的體制是由農民直接來選舉這個水利會會長 那第三個就是農業改良廠 農業改良廠是日本時代就建立的農業的科學科研的機構 那它大概遍佈在全台灣 有比如說桃園、台中、彰化、台南、屏東、花蓮、台東 那幾乎是環繞著主要的農業生產區都有農改廠 他們會因為他們地域環境的差異 然後做非常多的這個新品種的研發 農業工作技術的這個改良或者是土壤這個肥份的這個調整這樣子 那農改廠是非常重要的台灣農業這個科研技術的組織 所以長期以來也負擔了很重要的培訓的工作 他們的培訓的課程分有短、中、長期 那這些培訓的課程是對所有的農民開放的 那過去資訊的管道都會透過農會來提供 那現在因為這個網路比較發達 所以台灣農改廠的培訓的內容都是由這個網路來傳播 所以無情中也會吸引非常多對農業有興趣 但是過去可能沒有農業經驗的人來參與這個培訓 這是台灣目前最重要的培訓管道 那它是一個相對來講中期的培訓 很可能是三個月或者是半年為期 那很可能它會因為這個時候台灣的推動方向 好比說我們在推動有機農業 那它就會有這個有機農業的 比如說蔬菜班啊 或者是我們最近在推動雜糧 那它可能就會做雜糧作物的生產啊 或者是之前我們推動經濟作物 那可能會告訴你怎麼做 葡萄的栽培啦 火龍果啦 甚至於我自己的家鄉是紅茶的家鄉 那農業的農改廠他們可能也會做這種紅茶 或者是怎麼把烏龍茶烘培成紅茶的培訓 總而言之是一個技術非常進步 但是這個培訓的內容又很在地化 的組織就是農業改良廠 那光有這種中期的培訓還不夠 因為這些農業改良廠的培訓 它必須落到自己的田間 做這個實際的耕種的實驗 所以這個時候農會的功能就很重要 因為農會 會過期會組農事小組 或者是產銷班 那這個農事小組跟產銷班呢 他們如果比較積極的班 通常會除了這種產銷的連結之外 會花一些時間做技術的傳步 就比如說我這邊正在耕種的木瓜 可能他生了病 或者是這一季的收成不好 那他可能就會透過農會的系統 邀請這個農改廠的人來診斷 甚至於開課 也就是說呢 光有農改廠這種比較完整的 專業化的技術的培訓是不夠的 它必須要搭配這種日常的 就是架構在農會體制之下 日常的這個研習 那我覺得日常的研習 其實是對於農業的技術傳步 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為什麼呢 因為農業它還是一個 第一訓差異非常大的這個經營的形態 所以如果他在農改廠 取得了一般性的知識 他也必須要握持到他自己農家的環境 然後這個這個這個 自己的耕種技術 還有這個灌溉系統 才能夠達到比較好的研習 這樣子 那第二大塊就是民間 那民間我想要先跟大家提醒一下 我們現在講民間 很容易就想到說是年輕人心境的 那我覺得這會局限我們的思考 事實上台灣的農業的 就是因為有日本殖民事情 就是那種新品種的這個研發的這個 就是它幾乎形成一種價值啦 就是說我能夠研發出新品種 或者是我能夠種得很好很甜 那對農民來講是一種成就 所以呢就我的觀察 即使他年紀是比較 就是長的長輩 他們對於農業技術的研發 跟交流跟學習也是非常有熱忱的 所以呢我自己有觀察到就是說 不管這個產銷班是政府組的 或者是他並沒有真正的這個 產銷班的名義 但是農夫之間彼此技術的傳播 種子的分享 這個是持續一直在進行的 好比說我自己的家鄉是種這個絲瓜 那我的伯伯他就很驕傲 他種絲瓜的品質都很好 所以他們這個班裡頭有八九戶農家 那他就會常常會去就是協助其他的農友 看說你的這個 你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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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田間的間距啊 或者是你這個時候是不是應該梳果啊 換句話說這種 因為小農的連結而來 人際網絡的這個 綿密的互動而來的技術交流是非常多的 好這個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這個我覺得也是 台灣農業技術推廣的基礎 那比如說大家可能熟悉的台灣東式的農會 東式農會他們那個就是 在一個雅日代地區要種出溫帶的水果 所以他們可能必須要有這個這個 這個擦那個花苞啊 然後事實上那個該怎麼接枝 然後同一株樹裡頭 可不可以接不同品種的這個花苞 然後怎麼樣這個沾木 然後這個主要的木頭 事實上這些技術都不完全是 就不完全是政府的這種 的單向的傳播啦 它很多都是可能可能 個別的農家 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之後 就會由 零裡之間的關係去擴散 那這個擴散之後 就會形成了這個地域性的技術 比如說東式高階領的技術這樣子 那除了這種一直以來都存在的 架構在這個農村社會 互惠的技術分享之外 這幾年確實台灣有一些 努力包含 台灣農村陣線在做小農復耕 我們也是建立了農民的班隊 然後形成互相學習的體系 那它技術的來源很可能是 當地的老農也很可能是農改廠的成員這樣子 那另外好比說 那個已經種田很多年的賴清松 他可能執行種田之後 他也希望能夠更有一些年輕人來種田 所以他也會很積極的接納 有興趣但是未必有經驗的人來到農村 然後形成一種師徒制 師徒制的技術的傳播 那當然這個師徒的師 未必是賴清松個人 他可能還會連結臨近的老農 形成一個老師父的班隊 然後來教導年輕的學生 就是先進的農民這樣子 那除了這兩塊之外呢 這幾年有非常多不同的農法 傳到台灣不管是秀明農法也好 或者是這個僕門農法 或者是德國的BT農法 那這個也都形成了非常強的這種演習班 特別是秀明農法 還有這個僕門農法 在台灣都有不同的芝脈 在流傳他們的農業技術這樣子 好 那我們了解了政府的傳播 跟這個台灣民間的努力之後 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現在對於這種農業技術的傳播 其實是有不同的偏重 好比說政府他可能 比較尋求的是經濟作物 或者是政策作物的這個傳播 那民間的話 特別是新進這個引進國外農法的 可能會比較注重就是這個 跟環境的關係 然後跟這個 這個 保種的努力這樣子 換句話說 由於不同的投入農業的思維不一樣 那他的那個 農法或者是農業技術培育的方向 也不太一樣 那對於民間來講的話 整體而言這幾年 就是形成一種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說就政府而言 他覺得台灣農業是在萎縮的 可是就民間的農業技術的傳播 或者是這種學習班對 你可以看到就是 因為新農法的引進就是非常的活潑 那這裡頭有兩個問題 我們大概沒有觸及到 一個就是這個保種的問題 台灣因為從日本時代就習慣 就是運用新品種 那我們也把運用新品種 然後可以栽培出很好的作物 當作是一種很好的價值 所以保種在台灣過去 並沒有成為一個主要的議題 那可能有部分的農家保種 那他可能是因為他特殊性的 這種食物的需要 比如說美農還有一些傳統的黑豆 那就是跟他們做那個 就是醃製食物的需求是有關係的 那可能我們還有一些原住民部落 留存了小農的品種 那是跟文化是有關係的這樣子 那也就是說在今天我們重新來思考 台灣的農業的時候 保種會形成一個主要的議題 但這個議題在這種 經濟作物的選擇之下 就很難成為一個集體的作為 當然我們的政府 透過農宅場的系統都在努力 但是我覺得我看到的普遍的農夫 在這一方面 有意識的 非常有意識 但是不覺得它是一個問題的 也不覺得它是一個問題 那第二格是農法 就是說台灣做一個亞熱帶的環境 我們引進了國外的農法 那我覺得農法往往都不只是怎麼耕作而已 它背後是一個哲學的思維 那我覺得台灣現在很有必要要建立一個 可能具有從耕作的記憶 然後到對環境的看法的這樣子 能夠貫穿的這個思維的體系 也就是說呢 我覺得不管是秀民農法 或者是埔門農法都有它的很好的價值 那它在台灣落地之後 能不能激發出不同的農法的展現 我想這是這幾年 我們在努力的 或者是很多人在觀察的方向 好 那話說了這麼多呢 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台灣過去我稱之為半工工化的 這個農業的這個服務的體系 其實也在萎縮 特別是農改廠的系統 因為政府 就是台灣的政府希望就是 就是農改廠能夠使用者付費 所以它也會賣出它的品種 那這確實形成了台灣 在這個農業技術傳佈 一個很大的干擾 因為一直以來 我們會覺得這個是政府的資源 它應該是為公眾開放的 可是現在很顯然 就是說政府的科研成果 說不定會是特定的有資本的人才能夠拿走這樣子 那 所以怎麼辦呢 那就是我們的農業政策的方向的選擇 就是說我們應該是要維持一個半工工化的農業 還是我們要走上一個相對來講 比較鼓勵競爭的資本農業 不過這是另外一個課題 好 大致上是這兩位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回應了各位的問題 那我想 如果有機會 你們來台灣到農改廠走一走 到農會走一走 你們會比較了解 實際運作的面貌 謝謝大家 再見